欢迎收看2012年12月19号的总编辑时间 我是史哲伟 东北亚的政局在今年的年尾有显著的发展 首先是日本的自民党在众议院的选举狂胜 而被视为鹰派的党魁安倍晋三将要出任首相 而在此同时 南韩的选民今天投票要选出新的总统 结果在今天稍晚的时候应该就会分晓了 而今天我们还要来看的是 两岸之间的关系又迈进了一步 因为外贸协会在大陆陆续设立了代表处 第一家在上海昨天是隆重的成立 而且名称从台北变成台湾 这一字之差背后充满了政治意义 好 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是 英文旺报的总编辑卢博华兄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着这一次 这个日本的众议院大选480席里面 令人很意外的就是自民党加上他的公民党 一共拿了325席超过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 那一般本来认为说 自民党可能会成为一个最大党 但是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赢得那么多 为什么呢 这一次赢得比较多 说实在的的确对于外界来讲 有一点跌破眼镜 因为先前都看得出来 日本的保守派也就是极右派这边 动作非常的大 那通常按照过去政治观察家的一般的分析 在这种动作越大越多的时候 通常都是心里头越不笃定的时候 那么这次的特别是在对韩国的问题 以及对中国的钓鱼岛的问题 跟对韩国的独岛的问题 这些领土的争议上 看得出来右派的动作非常的多 那么既然到这么多的时候 显示说他对于对自己 在下这一次的选举的过程当中的 得票的结果并不乐观 不过这一次 这个是跟这一年多来 跟韩国的领土议题 跟中国的领土议题 吵得说实在是很凶 虽然说日本的民间 对这样的一个议题来讲 反应并不是那么热烈 可是在中国 以及甚至于在台湾 或在香港 在这些华人地区 对于钓鱼岛的问题 倒是反应非常的强烈 那么其中影响最大的 当然还是日本的企业 特别是一些日本的大型企业 在中国的投资都受到影响 甚至连中小型的这种日本企业 包括开餐厅的 卖婴儿服的 卖电器 像这一类的东西 都受到一些影响 那么这些东西 其实已经引起了 日本人的相当的关注 所以这一次我认为 日本的保守派 也就是说极右的这些人 议员们能够受到群众 选民们普遍的支持 跟他们在国外碰到的这个情况 在中国碰到的情况 我想有非常大的关系 他基本上还是一种防守的心态 既然国外的反应这么强烈 他们就必须要在这个上面 做一点表态 给予一些支持 但是重点还是 选完了以后怎么办 我想民众最关心的 还是这个事情 我想薄华兄 您带来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尽管一般认为 这一次是日本的右翼的势力抬头 但是您的分析 基本上是告诉我们 所谓的日本的右翼势力的抬头 或者是民众的支持 它基本上是属于一种防卫性的心态 并不是一种积极的侵略性的心态 不过我们再把话说回来 就像您讲的 选举的时候怎么说 跟选后要怎么做 大概都是两回事 比如说安倍晋三 他在2006年出任首相的时候 他第一次的对外访问 不是美国 而是北京 但这一次的话 他已经跟美国的总统欧巴马 通过电话了 然后要在下个月 就是明年的1月 访问美国 而且说是要强化 所谓的美日同盟和美日安保 您认为这是一个防御性的 还是一个攻击性 我想安倍晋三 他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边 我们大概可以分两个阶段来看待 第一个 他出去当选了以后 第一个访问的是北京 2006年 对 2006年的时候 那么这个东西跟哪一个很像 跟当年的美国 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 其实是非常像的 也就是说 在国际政治上 你会发现说 往往越是右派的人 他跟他的对手 打交道的这个情况 是越密切 也就是说安倍虽然说 他是以过去 政治态度上是比较右倾的 可是就因为他右倾 因此他跟北京打交道的时候 没有人会怀疑说 他背立了这个右倾的态度 就像当年的尼克森 尼克森是以反共出名的 他跟北京打交道的时候 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反共立场 也就是说 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们都认为说 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动作 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的利益 而不是为了他个人的政治立场 在这种状况之下 其实在这一次的安倍的情况 看起来是如此 那至于说 后面这一段 我们讲说 选完了以后 他很可能 应该是先跟欧巴马先见面 然后这个里头 谈到的 其实就已经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了 就是未来 在美日的 这个亚太地区的 战略上的结盟 要怎么去进行 以及还有一个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日本的经济的复苏 他也做了这个量化宽松 就是多印了这么多钞票以后 怎么样跟美国之间 在金融跟国债的问题上面 取得一个协调 那么这一部分东西 如果能够做得好的话 日本未来的这个复苏 就有可能会跟着美国后面 一步一步的慢慢走向复苏 因为日本的这个低迷景气 已经太久了 所以我想这一次去 除了跟安倍智慧到美国去 除了是跟欧巴马谈 有关亚太的战略问题之后 我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应该就是经济的议题 是 而说到这个经济的议题 就诚如再回到刚刚 这个泽民吉您所讲的 就是选举的时候怎么说 比如说他很遗憾 当时单手上的时候 没有去这个禁国神社 然后呢 但是呢 接下来要怎么做 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有一个问题是我有点好奇的 就是从外面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对于这一次这个安倍晋三的选举 还有他所相关的发言 乃至于他当选了以后 胜选了以后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记者会 或者是媒体的访问 他的右派的立场还是比较强 但是大陆方面 大陆外交部方面的反应 似乎并没有让人想象的那么激烈 我想大陆因为对于这一次 日本选举的结果 大体上来讲 他已经心里有数 也就是说 不管你现在是安倍 或者是说 他这个整个在国会所获得的支持的程度 有多高 日本大体上 在亚洲的战略上面 跟美国结合 然后形成跟中国一种温和性的对抗 甚至于这个对抗 有时候还会 因为某些特定的议题而升高 这种对抗的态势 几乎是不会改变 甚至不只是安倍这一届不会改变 从现在往后面看 只要日本的经济形势 没有重大议题 没有重大变化的话 美国经济缓慢复苏的状况 没有重大变化的话 未来这三个国家 在亚洲地区的整个战略形态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不是安倍 就算他可能也跟前面的 几任的首相一样 又是一个短命的首相 隔个几个月或一年的时候 他就又换人 换了人 日本的整个政治的结构 以及他跟美国的同盟关系 以及跟中国的对抗关系 应该不会有什么改变 所以中国为什么 他为什么会很冷静 他当然知道 今天日本的派伐政治 让选出来的不管是谁 他都会很忠实的去执行 整个派伐政治协调底下 所产生的结果 以及跟美国之间协调底下 所产生的结果 因此在亚洲的态势 就中国来讲 日本谁来当首相 其实差别都不是太大 是 所以大陆方面 可能也就是因为如此而 就是老神在在 因为不管你怎么来上台 反正就是过一年 就要下台了 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对 如果从这个大局势 基本战略态势不会改变的结构之下 您认为就是未来的这个安倍的政府 他跟大陆之间 他们的未来的主基调会是什么 是一个主权上的这个争议被凸显的升高 还是说会是以经济为主 对于未来的这个主持人刚刚提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其实我们观察日本跟中国的关系 从这一次日本的这个保守派大获全胜 然后等于是说 他已经取得了一个非常稳固的这个国会的这个席次之后 就可以确定将来日本跟中国之间会以经济问题为主 主权议题在你已经大获全胜了以后 就已经不是议题了 当时为什么我们认为说 他挑起这个主权争端主要是政治的目的 是为了选举 就是因为他只有透过这个主权的争端 才能够提高保守派 提高这些极右派的议员们 在这个媒体上的能见度 在整个国内政治上的能见度 一旦成果已经出来了 他们也收割了这样的成果 接下来还是要面对最实际的议题 这个最实际的议题就是什么 就是日本常年的景气的低迷 他必须要透过跟中国的合作 这个中国最大的新兴市场的合作 来扩大他自己的经济版图 慢慢的利用中国本身的这个经济 还有他的内需的这个产能 然后透过跟中国的合作 让日本的经济能够走上缓慢复苏的道路 我想最近这段期间就会看得出来 日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股价指数 已经涨破万点 这个大概是四个多月以来 第一次看到日本的这个股价回到万点 最低的时候能低到多少 低到八千多点 跟台湾的股价都差不多了 那么自从这个准备要开始改选了以后 你就会看得出来说 其实外资就已经开始看得出来 未来的日本在这个保守派 如果说政治上逐渐上涨了以后 他将来会得到很多的这个外资上面的支持 也就是他的政权只要一旦稳固 把这个精力全部放到经济议题上来 日本其实还是非常的 经济的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大 所以未来安倍政府最重要的 就是怎么样在跟美国的在亚太 配合美国的亚太地区的战略同盟之外 让自己的经济能够脱离过去二十几年来的 这种低迷的状况 是 而如果我们把这个议题稍微转一下 转到这个日本跟台湾之间 比如说马英九提了这个东海和平倡议 那尽管这个idea听起来是相当的不错 搁置主权 然后主要是来谈渔权 但是破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 比如说这个宣达团到美国的时候 美国人至少官方在表面上 他的反应是相对的冷淡 然后第二就是目前跟这个日本政府方面 在谈这个第十七次的渔权的时候 现在外交部有了一个新的说法 就是急的事情要缓办 要慢慢来办 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 这中间大概是什么样的东西 是 我想这一次的这个钓鱼岛的事件 让日本跟台湾的关系有了非常微妙的变化 过去日本曾经有一段时间 包括不只是他们的政治界的人物 他们财经界的人物也认为说台湾 当时因为马总统个人的政治上的一些背景 他曾经认为说台湾是不是从此会走在 对日本的态度一样会走到跟北京一样 那这段期间这个事情有非常非常多的日本的 企业界的人士跟政界的人士都曾经对此表示过担忧 不过几年下来 包括在这次钓鱼岛事件上 日本人看的算是比较清楚了 他知道说台湾其实在这个上头 其实看的不是日本 当然日本有一些传统的民间的友谊 其实他们看台湾看的还是日本背后的那一位老大哥 那如果说台湾跟背后的那位老大哥之间的 政治上的同盟或军事上的这种结盟的这种关系 没有改变的话 台湾跟日本之间其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未来台湾跟日本之间如果说会有争议的话 大概也就是钓鱼岛的争议 那钓鱼岛的争议其实这个是完完全全 可以用很轻松愉快的方式 来这个解决 特别是王总统提到的所谓的东海和平倡议 那其实各自主权 然后共同开发 这个跟邓小平在1975年的时候 讲的对不起76年的时候 讲的其实都是一样的事情 所以这些事情讲白了 吵了半天你会发现说 到后来大家全部的人都白忙一场 那么现在既然日本开始 要回到这个经济议题上面 开发现在开发钓鱼岛 对日本的经济能够有多大的帮助 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帮助 不仅没有帮助反后惹起一堆的麻烦 其实对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现在第一个 对钓鱼岛也没有能力开发 然后对于 它本身的这个经济问题 也非常的 也很低迷 也非常大的问题 那么 未来如果说能够跟日本或者跟中国之间 在经济的合作上面多做一些事情的话 我想这个比去争一个钓鱼岛 钓鱼岛什么的问题 要容易的多 而且要实惠的多 好 如果从钓鱼岛我们就衍生到这个日本跟南韩之间的这个独岛或主岛问题 您认为这个当然南韩呢 今天就是未来的大统领会是谁就要决定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这个从这个日韩之间的这个独岛主岛的争议 乃至于北韩南韩之间这个安全问题的争议 您是怎么看 日本的跟南韩之间的独岛争议 其实跟日本跟中国之间的钓鱼岛争议 其实是差不多 性质上是差不多 这个事情只要选举一过 大体上关系的人就少了 执政的人呢 他也不太会再去挑这种议题来做 因为这种议题 第一个对他的政治上没有好处 对经济上没有帮助 那搞了半天就是弄得很热闹 而且万一擦枪走火 还要承担一些政治上的风险 所以对于日本或者是对于韩国 这些正在进行选举当中的国家 除非他的选举的状况其实很危急 要不然的话通常不会找这种险招 那么这次日本走这个险招 看起来是走成功了 那跟韩国之间呢 就是说不管是要不要开发独岛或者是主岛 对日本来讲 对他的经济来讲 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就像开发钓鱼岛 现在双方都没有一个既定的 一个开发的策略 而且他不是说现在已经挖到石油了 马上这个都要产出石油黄金出来了 那因此这些议题通常在一旦的选举 这个激情过后 激情过了以后 结果已经出来了以后 这些议题都不会再谈了 那么跟韩国之间 我想状况其实日本跟韩国来说 状况其实跟钓鱼岛的状况差不多 那但是有一个还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一关北韩的问题 那因为北韩这次成功的发射了这个火箭 那当时候日本也非常的紧张 那但是日本跟南韩在北韩的议题上 其实态度是很接近的 因为日本基本上在亚洲战略上 是走美国这条路线 是跟美国在一起的 那么南韩在亚洲战略上面 跟美国也是同一条线 所以在北韩的议题上面 日本南韩跟美国 这一点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那北韩虽然说有一些 不确定的问题 会造成一些困扰 可是现在看起来 老大哥在后面盯着 然后在北韩虽然说是发射火箭 搞得好像很热闹的样子 可是它本身内部的实质的问题 包括权力交界的问题 包括经济发展的问题 它科技发展本身也碰到了一些瓶颈跟障碍 那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其实日本当时候很紧张的说 要对这个北韩的这个飞弹如何如何 我想也是因为选举的关系 其实你说它真担心吗 我看它其实不怎么担心 好的 这是因为外貌协会在大陆陆续设立的代表处 第一家是在上海昨天是隆重的成立 而且名称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从台北变成了台湾 这一字之差 背后充满了政治意义 马上回来